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第三节编码它表示的是分布工程 它的这个位数是两位数 因为我们的这个专业工程里面的分布工程的数量不太多 用两个数字就能表示完了 所以说用两位数 第三节是分布工程 所以说选A 这就是选项的是A 那么我们看这个解析 我们的这个安装工程的这个项目编码呢 是12位编码 那么统一格出来前9位 那么一二位呢是分类 0.3表示安装工程 这是不变的 对我们安装工程来说都是这样 第二节呢是专业工程 专业工程的数量也不多 只有13个是吧 13个加这个措施项目 总共13个 所以也是用两位数字的表示 两位数字的表示 也是两位数字 第二节也是两位 然后第三节是分布工程 那么我们讲分布工程的数量不多 也是用两位来表示 也是用两位表示 第四节是分线工程 分线工程的数量有点多了 两位数表示不挖 所以说用三位数字的表示 然后第五节呢是顺序毛 也是用三位数字的表示 总共加起来就是两位两位 然后这里还有个两位是吧 二二三三 总共加起来就十二位 就这样进行这个编码的 这道题来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然后就是这个 告诉你这个编码 然后你要知道 这个表示什么工程 我们教材上面举的一些实力 要记住 他有可能的就考 比如说零三 零八 零三 零零一 表示什么工程呢 表示的是高要探钢管 分线工程 高要探钢管分线工程 那么它是九位编毛 九位编毛 后面三位呢没有格 九位编毛呢 它应该是分线工程 是吧 这个没问题 分线工程 然后零三表示的是安装工程 零八表示的是管道 是吧 管道 然后零三 零三 表示的是什么 高要的 然后零零一 表示探钢的是吧 探钢的 这样呢就是高要探钢管 分线工程 就是这个实力 答案呢是这个D 是吧 答案是D 然后就是这个 电机设备安装工程的编毛 就是对于我们通用安装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 它的规定 我们的13个专业工程 加上这个措施项目 总共13个专业工程 13个专业工程的编毛 要记住 我们呢 告诉大家一个口诀 是吧 积热经电子表 童工小哥 性刷错 是吧 这个口诀一倍 那么没有问题 那么电器设备安装工程 它的编码是什么呢 它的编码是 0304 是吧 就是 积热经电 就是第四个 所以说0304 是吧 0304 那么这个0303 是什么呢 就是静止设备一些工艺 进球机会工程 就是积热经电精 是吧 然后0305 就是智能化 是吧 智能化 0306 就是仪表 是吧 仪表 仪表 自动化仪表工程 0306 电器设备 是0304 是吧 那么就是 考虑是这个 这个附络的 13个专业工程 对应的这个编码 是吧 对应的编码 我们学院呢 记住这个口诀 我们 经养办的这个口诀 就没任何问题了 是吧 非常简单 送分的 然后这里呢 这道题问的是 隔队派水 材料南级工程 它的编码是什么 它的编码是 记载经电子表 通工小购 那么就是 记载经123 电子表四目六 通工小购 隔队派水 也就是 78910 第十个 所以说 就是0310 是吧 然后这个 0311 0312 0313 分明是什么 记载经电子表 同工小购 信刷售 信 那么就通信工程 是吧 然后这个12呢 12是什么呢 0312 就是刷油 绝对防腐 0313呢 就是这个措施 是吧 措施 项目工程 是吧 所以这里呢 是0310 这是非常简单的 一道考题 是吧 我们安装工程考题 每年都有一个 这样的考题 是吧 呃 编码0307 表示的项目 是什么 专业项目呢 那么 0307 也就是通风空调 是吧 通风空调 那是0307 GAPER就采用燃气 是0310 是吧 0310 公立管道 0308 0308 是吧 然后这个消防呢 是0309 是吧 0309 0309 考这个记忆力的 考记忆力的 我们有这个口语 非常简单了 是吧 非常简单 然后就是 安装工程 分类编码体系 一二级编码 0308 表示的是什么 这个专业工程 其实有全面的 这几道 逆题 逆题 是 考的同学知识点 是吧 0308 是什么 是工业管道 是吧 工业管道 工业管道 电击设备 0304 是吧 0304 通风空调 0307 是吧 消防工程 0309 是吧 0309 工业管道 是0308 是吧 0308 0308 然后就是工程量 工程量汇总的时候 要保留这个 小数位数 要求要取 这个什么 进去度 是吧 保留9位小数 保留9位小数 对于这个单位 是台 套 键的 保留的小数位数 应该是0 是吧 因为对于这个单位 是台 你不能说0点几台 是吧 键 你不能说0点几键 是吧 所以说A A 这个答案是对的 其他答案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减项 那么米 平方米 立方米的 千克的 它是两位有效 数字 是吧 保留2位小数 0呢 它是这个 这个单位 有点大了 是吧 所以说三位有效数字 其他的都是 确诊数 是吧 确诊数 这道题 然后下面这道题 是这个 不能作为 安装工程 工程量 清单进行量 编译依据的文件 不能作为这个编织 依据的文件 那么 首先 审定通过的 项目 可言报告 项目 可言报告 是不能作为这个 清单计量的 这个规范的 因为项目 可言报告 与我们的工程的设计 工程的施工 相差的时间 相差的距离比较远 然后差距比较大 你用它作为这个 什么清单的编制 这个依据性不太强 准求程度太差 没法作为这个依据 然后审定通过的施工方案 是可以作为的 是吧 是可以作为的 然后 建设工程相关的 这个标准规范 是可以作为的 我们这里要注意 要看 题目 题目是不能作为 所以说刚才 我们这里 这个符号弄法 它是不能作为的 你要选 然后它不能选 它是作为 可以作为的 是吧 BC可以作为的 这个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是不能作为 作为这个清单 编制的依据的 投标文件不能作为 招标文件可以 招标文件是可以作为 这个不可能编制的 依据的 招标的 招标文件是可以的 招标选项就是什么 招标选项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审订通过类 项目可言性报告 和这个投标文件 不能作为依据 AD 是正确选项是吧 AD 是所谓的正确选项 对啊 然后就是下面这条题啊 就是分部分向工程量清单 包括哪些内容是吧 那么就是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然后这个工程量的计量单位 是吧 工程量的计量单位 我们看下面 项目编码是吧 对的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没有 不用选是吧 然后这个工程量是吧 工程量有多少 然后这个计量单位要有 这个计算规则 这个工程内容是 不是注意这个清单编制的这个内容的 虽然说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计量规范 计量规范后面附入是吧 每个专业工程 它都有个表 这个表上面就列出来 用哪些分项工程 然后分项工程呢 这个表呢 然后前面有这个项目编码 有这个项目名称 有一个项目的什么 内容是吧 然后有这个计量规则 那么我们的规范里面的这个辅入 有这个什么计算规则是吧 但是你这个工程的清单编制 你不能有计量规则 你必须要列出的是什么工程量 不是计量规则是吧 不是计算规则 你的清单里面列出的是工程量 不是列出这个计算规则是吧 对这个问题 工程内容 工程内容也没有 工程内容我们这个辅入里面也是工程内容 但是我们的清单编制里面不是工程内容 是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然后工程量 然后还有这个计量单位 是吧 计量单位这几个内容 我们看这简介 编制分布向工程中的清单时 依据这个计量规判规定的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中的规则进行辨识 然后你编出来的这个清单 编出来的清单 有这个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是吧 然后计量单位还有工程量 这五部分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注意这个清单和它的这个什么规范里面的这个表的区别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是这个 项目安装超过这个基本高度的时候 要在项目特征中描述 然后你进行这个计价的时候 借这个综合单价的时候 要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基本的安装高度 对于我们这个 专业工程来说 每个专业工程不太一样的话 它的基本安装高度是不一样的 是吧 专业工程不一样 它的基本安装高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记住对应的这个专业工程 它的安装高 基本安装高度是多高 对这个通空调来说 它是六米的高度 六米的高度 六米的高度 上年六米呢 最应该 最应该 就是隔阪的财政燃气 就是我们的民用建筑里面 民用建筑里面 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民用建筑 我们的小区 层高的基本高度是三米 是吧 所以隔阪水产量的燃气 你安装的3.6米的高度 其实是比较高的 是吧 超过它 所以说是10米是吧 它比较特殊 它是最高的是10米 这道铁在选这个 6米 我们就 看这个检析 就是说基本安装高度 机械色列是最高的10米 然后隔阪水产量燃气呢 低于3.6米 3.6米 然后呢 这个通空调是6米 刷油防腐是6米 这里呢 你可以把它联系起来 你可以想想 想一想 通空调它是6米 然后通空调呢 你要给它进行刷油 觉得防腐是吧 所以说它们两个的 基本高度是一样的 都是6米 都是6米 这样把它联系起来是吧 然后就剩下几个 就是5米的了 电气智能化消防 5米是吧 这三个是5米 这样呢 三个5米 两个6米 然后加一个10米 加一个3.6米 加起来 总共就7个专业工程 是吧 7个专业工程 然后还有三个专业工程 它没有数字 基本安装高度的 还有三个 比如说这个建制设备是吧 建制设备 锅炉 建制设备锅炉 它没有说这个安装高度 没有说这个安装高度 还有一个专业工程 还有一个专业工程 就是这个什么 仪表是吧 仪表自动化 它没有说这个基本安装高度 就这三个是吧 这三个比较特殊一些 它没有说 然后呢 它一会这样考 消防工程基本安装高度是多少 非常简单是吧 刚才我们复习了 就是五米是吧 五米 就是五米是吧 然后就是这个 基本安装高度是十米的项目 那是什么 反过来考是吧 告诉你基本安装高度 那是十米的 那么是基金设备是吧 基金设备 它也可以考虑 基本安装高度是3.6米的 是什么工程呢 让这里没有捏出来 那么是规范的财量燃气 3.6米是吧 刷油防腐决热 刷油防腐决热 我们俩是6米是吧 消防是5米 工空框是6米 数字那里要把它记住 记住之后就非常简单 是吧 然后 这一张要考的一个 这支点就是这个间线划分 间线划分 就是我们安装 与这个施针的这个间线划分 安装与施针的这个间线划分 这里是室外隔水管道 室外隔水管道与施针的这个划分 施针的划分是碰头井 施针管道的碰头井 就是你这个 室外隔水管道与这个施针管道 连接的这个地方要有一个井 要住一个井 这个连接的这个地方一个井叫碰头井 以这个地方为界线 然后这一张所以你这个安装 另外一张所以是施针 有意思 这个入口水表与围墙外 围墙外第一个划分 这个都不是 都不是 我们看这个安装 工业管道 最要工业管道与施针管道 它的这个间线划分才是这样的 是什么隔水长期入 入口的水表井 排水长期围墙外第一个污水井 任地管道是什么第一个尽量表发门 是吧 然后CAPS它连起来主要是什么 以这个碰头井是吧 施针管道碰头井 就是我们这个 铁上面这个 D施针管道碰头井的键是吧 所以这里选D 选D 这是这一个 然后就是 D2探测管 0308 01001 它的项目特征有哪些 那么这个项目特征呢 我们教材上面举了这个例子 有这个实例 所以说这里我们练习一下 凡是我们教材上的实例呢 都有可能考到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练习一下 那么这个 D2探测管的安装 这个飞翔工程它的项目特征呢 有A 材质规别连接方式 焊接方法 第二个实验推草清洗设计要求 清洗设计要求 这些呢 都是项目特征里面的内容 然后汉杰试验无损探测方法 它有另外的这个分项工程 所以它有些的方法 也是另外的分项工程 可以进行表述的 在D2探测管的安装里面 没有包括进去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 清单规范呢 有经过了几个版本的变化 经过几个版本的变化之后呢 现在的这个清单 清单的这个分项 就越来越详细了 与我们的相关的定义 它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所以它是不包括这些两个 CG两个内容的 所以以前的老板们的清单 它是包括进去的 但是现在的这个清单 没有包括进去 所以这里正确选项是AB AB是吧 AB 然后就是这个 措施项目是吧 措施项目呢 在我们这张的内容里面 非常重要 它考虑这个体验比较多 有些体验也有些难度的 不像前面的这个实体 没有任何难度都是送分的 是吧 那么 措施项目清单 以采用的这个编程方式 讲那个能够计算工程量的 能够计算工程量呢 它跟这个分布分向工程量清单的这种编程方式来进行编制了 能够计算工程量的 措施项目呢 这种分计方法 那么两道类 一类是能够计算工程量 那么跟分布分向工程量清单来进行编制 另外一种呢就是不能够计算工程量 不能够计算工程量 不能够计算工程量呢 就是按一个项目来进行 那么也不是按去到项目来划分 也不是占固定的 也不是套用定的 它是按分布分向工程量清单 那么意思就是说 这种措施项目 虽然说它不是分布分向工程项目 它是措施项目 但是它的待遇与这个分布分向工程的 这个待遇是一样的 它也有项目编码 有项目名称 有特征描述 有工程量是吧 有工程量 那么编程工程清单 这个B是吧 我们看解析 措施项目分为两个 一类是总价措施项目 一类是单价措施项目 单价措施项目是可以计算工程量的 这几个你要记住 比如说缴手架 垂直运输 差过施工增加 吊水加固 这几个你要记住 它是单价措施 能够计算工程量的 看来的这个分布分向工程 项目清单的方式 进行计量 进行计价 它有综合单价 总价措施项目 它就没有单价 它没有综合单价 它只有一个总价 因为它与这个几个 几个分向工程都有关系的 分不清楚 你只能总共放在一起算 其实算总价是吧 这道贴圣就选择的就是B 然后安装工程中 单价措施项目有 就刚才我们不提到的 单价措施项目有什么呢 有这个垂直运输 有超高施工增加 有标志加固 这些来都是这个单价措施项目是吧 二次搬运不是 二次搬运是这个总价措施项目 我们看这里 捡现 这个措施项目 一个是措施项目费用的发生 与使用 与施工方法 与两个以上的工具有关 你没办法把它分开 谁用了多少时间 用了多少这个费用是吧 用了多少这个量 比如说安全文明施工 意见施工 非意见施工 二次搬运是吧 A选项当然就不对了是吧 东西施工地下设施 兼职保护 这些都是是吧 这些都是这个 没法分开的 所以这个总价措施的是吧 另外可以计算工程那样的 就刚才我们提到过的 脚手架垂直运出 超高施工增加 调查架构 单价措施项目 这个BCD是对的是吧 这里呢 我们大家要做 单价措施 总价措施项目 用哪些 要把它分开 不要弄混了 然后就是专业措施项目 专业措施项目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有这个 安全文明施工机措施项目 就是说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专业工程 都有这些项目的 那么一口一口 他们通用的措施项目是吧 措施项目 那有的这个措施项目 只在你这个专业工程里面有的 比如说我们安装工程里面有的 还有你建筑工程 还有私人工程里面才有的 措施项目 其他的工程没有的 这叫做专业措施项目 专业措施项目呢 那么28元不对 28元呢 基本上所有的专业工程都有的 平台的扑塞才处 焊接工业平地 防务工的这种安装车数呢 都是属于我们安装工程 专业的措施项目 主要专业才有的 安装专业才有 其他专业 回电邮 回电邮 所以这里是BGD 是吧 对 我们教材上面呢 有一个表 就是专业措施项目的一栏表 大家可以看这个表是吧 总共18个 18个专业措施项目 都是由我们安装专业工程的 其他专业工程是没有的 小圈工程是没有的 然后就是这道列题 就是 安全文明施工 其他措施项目 对于由来西 安全文明施工 其他措施项目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通用的措施项目 是吧 通用的措施项目 它不是专业的 不是很多专业才有的 基本上所有的专业都有的 我们叫它安全文明施工 其他措施 是吧 那么有哪些呢 有哪些呢 有A 以万工程的社会保护 有这个高层施工增加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 然后有害化化和防复 高浓度氧气防复 这个不是这个 安全文明施工 其他措施项目 在我们的安装工程 专业工程里面是有的 它们是有什么呢 所以有害身体健康怀疑中 施工增加 这个 就像必须不对啊 有害身体健康怀疑的 施工增加 这难过 它不出于这个 通用措施项目 不出于安全文明施工 项目 所以这个问题啊 然后就是 所以安全文明施工 就其他措施项目的 有哪些是吧 有哪些 那么我们看有哪些 那么这几个这个 措施项目呢 它们后面都有什么 施工增加是吧 都有 施工增加是吧 但是呢 有的属于这个安全文明的 有的是属于什么 有的是属于你这个 专业措施的 是吧 专业措施的 那么 其中 一间施工 东雨季施工 高层施工 都属于安全文明施工的 特殊地区施工的不属于 它属于专业措施项目 我们安装工程 安装工程的这个专业的这个 措施项目 它就去施工增加是吧 我们看这个解析 安全文明施工增加了 安全文明施工呢 现在呢 包括了四种 四种 原来它分的比较细 分为了环境保护 文明施工 安全文明施工 零件设施 现在把它合起来 叫安全文明施工 然后其他的措施项目呢 就包括了 子母币 逆间非逆间 二次搬运 东雨季施工 以完工程的设备保护 高层施工增加 这些呢 都属于安全文明施工 其他措施 所以说ABC就属于 D不属于 D是专业的措施项目 所以正确选项是ABC 然后就是这个 安装的专业措施项目 圈端中 调装加固项目 包括什么内容 包括什么内容 这就是我们这个 措施项目里面 考的比较难一点的内容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 安装专业措施项目呢 它有18个是吧 18个 有的比较简单 有的呢 容易混淆 所以说它有时也好 你这个措施项目 包括哪些内容 这是一道考试整体 那么 调装加固的这个措施项目 包括什么 航程量加固 调室起动机加固 包括C 包括 然后调装设备的调脑 自主加固就安装了 真是不包括的 不是在这个调装加固的 这个内容里面 然后整理调装 临时加固件 加固设施 拆除去你这个 也包括在内 C不包括的 C是另外一个这个措施项目 就是精神报感的 安装拆除一位 另外一个专业措施项目 它是调了自主的安装 所以C不调 C不是在调装加固 这个措施项目里面 那么你看它的这个 资面的意思来很容易弄错是吧 因为它调装加固 你这里调装设备 都有调装是吧 你永远 判递错误 就以为它包含在内 其实它没包含 没包含在内 是吧 所以它这个干脑性还是比较强的是吧 很容易出错的 这个选项是ABD 然后是缴手架得插 包括什么内容 缴手架得插呢 这道题也是一道考试整体 那么包括A 城内外的材料 翻译 然后是缴手架得戴和拆 是吧 然后呢是 拆除缴手架之后材料堆放 都包括 然后这个为父王 戴和拆 这个为父王是不包括这个缴手架 是内的 谁说这里呢 你不能选他 C是错误选项 这是错误选项 他只包括本身缴手架 没有包括这个文副王 没有包括文副王的这个呆和拆 这一选项就是ABD 是吧 就是ABD 然后就是专业措施项目清单中 平台的铺设 拆除 包括的这个工程内容和范围是什么 平台是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安装工程 有些工作需要在现场进行这个什么 组队和焊接 现场组队和焊接 你就要带这个平台 有人刚把那个平台在上面进行组队 是吧 进行组队和焊接的 那么如果什么呢 长地平整是吧 长地平整 然后呢 把基础和支针去就好 是吧 基础支针去就好 然后呢是 支架的行钢 是吧 然后这个D当然就不对了 你前面三个都对 当然它第四个就不对了 掉耳的自主和安装 测除呢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是吧 它是金属爆杆 就是维杆式这个体重器 它进行一个什么安装 进行安装的时候 它要用了这个掉耳是吧 掉耳的自主安装 所以金属爆杆的 这个安装测除后一位 它属于它 所以这种选项是什么 ABC是吧 平台的工程和测除 包括这些内容是吧 ABC 这也是一道考试整体 也是一道考试整体 然后就是这个 临时设施 临时设施是安全文明施工机 其他措施项目 项目内容包括来西 那么临时设施我们这里要注意 临时设施都是什么 为了你现场的这个施工 为了你现场的这个施工 那么你需要修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建筑 然后施工 然后施工完了之后 后来要把它拆掉的 不能够保留下来的是吧 那么就包括A 施工现场的砖和力图7块 去的这个尾档是吧 这个尾档 尾档的 它得安维修或测除是吧 是对的 然后B 地下暗时部位施工时所用照明设备的安装测除 这个呢 不对 这个不对 为什么呢 虽然说它也是临时的是吧 临时的这个照明设备 你要装要拆 但是呢 它有另外的一个转眼工程 就是非一间施工增加 非一间施工增加 非一间施工增加就是不是晚上的这个施工 要增加的一些一个照明设施 它的安装测除 那么这里地下室呢就属于不是晚上的 所以它是非一间施工增加的 这个专业措施项目的内容 所以说 你这个什么 呃 临时设施 你就不能包裹在那里了 它有另外的专业工程了 然后 以完工程设备的覆盖包裹封闭 给你这个保障措施 这个也不对 因为 这些设施呢 看起来是临时 你设置来起这个作用 然后呢还要把它拆掉了 但是呢它有这个 另外的一个专业工程 专门来负责它 就是以完工程设备保护 专门来包括了这部内容 所以说临时设施呢 你不能包裹在那里了 这个也不对 然后第一呢 其他的临时设施的 单、差、维护 这个是对的是吧 所以这里的选择是AD 这也是一道考试整体 也是一道考试整体 虽然说考得比较细 但是我们学员呢 如果成效新来 那么一一进行分析呢 其实也能够做对是吧 要成效新来 一一的进行分析 我们这个减析呢 这个内容也比较多 就这个减析的这个内容呢 多 然后呢 其实呢看起来呢 也比较乱 其实就掌握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原则就行了 你看这后面呢 其实没什么帮助是吧 他就把它这个 教育内容挪拎了一下 然后就是安全施工 安全施工内容包括什么呢 安全施工内容包括了 A 特殊作业的专项方案的编制 然后就是B 建筑工地其中机械的检验和检测 然后C 消防器材的配置 然后D 放煤气中毒 这个不对 放煤气中毒不对 那 防煤气中毒虽然说 它也是为了保证安全的 但是呢 它属于什么 所以这个文明施工 它不属于安全施工 我们看这个安全施工 安全施工包括特殊作业的专项方案编制 包括这建筑工地的 其中机械的检测检测 包括下方设施是吧 没错 文明施工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防煤气中毒 防煤气中毒 防煤气中毒 所以说 防煤气中毒是文明施工 它不是安全施工 所以说D选项就不对 你只能选ABC三个选方式 ABC三个选项 三个选项 然后就是高层施工增加 高层施工增加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列高层施工增加 这也是到考试整体 最近的也到考试整体 高层施工增加 我们看单层建筑 验口高度超过20米 要分明立项 对不对 这是不对的 单层建筑 看到了验口高度 超过20米就用到超高了 然后多层建筑超过8层 分明立项 这个对不对 这个不对 这个不是8层 这个是6层 6层 6层 多层建筑 你可以算一算它的高度 是吧 那现在的这个我们住宅 建筑住宅的这个 标准层高是3米 3米 如果说你超过8层 就是8层24米 这24米比单层建筑的 这个验高还要高 不太合理 是吧 所以说8这个数字 不太合理 6层差不多是吧 6层差不多 你每一层是3点几米的话 6层刚好就比这个单层建筑的 20米差不多一样高了 是吧 所以比较合理一些 所以这个不对了 那C 突出主体建筑的电梯房 水梯间排烟机房 不记住验口高度 对不对 对的 这个它不是主体建筑 你不能 不能算验口高度的 这个呢 不记住这个验口高度是对的是吧 D 计算成数是 地下室不记住成数 这个也是对的 地下室不算这个成数 不算成数 然后呢 算那个高层建筑施工增加是吧 高层建筑施工增加 正求选项是什么 ACD是吧 正求选项是ACD 然后下面这个题呢 讲的是这个 有什么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可以列这个措施项目清单了 可以列这个措施项目 比如这里可以列这个工程系统的检测 和检验的时候 那么 当什么样的工程特点的时候 可以列它呢 工程系统的检验检测呢 就是说 我们有的这个专业工程呢 你要经过这个检验 经过去检测的 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各种设备的 压力容器这方面呢 要经过我们这个特种设备的这个检验检验机构 进行这个检测是吧 所以说 A 散热容器的这种安装要经过 然后 B 超过10兆泡的高压管道呢 要经过 理建工程已经如窑这个没有要求的 理建工程有绝进度防御都要求的管道的时候 没有要求 并不一定要经过系统的检验和检测的 就是散热容器 高压管道 压力管道这样呢 要经过特种设备 他们就特种设备了 就要经过这个检验和检测 所以说 A B 是对的是吧 然后工业管道预置安装的时候 措施项目清单 可以列什么项 可以列什么项 工业管道预置安装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工业管道的 辐射的这个地方呢 现场附近呢 找一个平地 然后带平台 然后呢 上面进行这个管道的这个组队 是吧 组队焊接 预置安装 所以这里呢 要铺一个平台 然后 完了之后进行拆除 说平台的铺装 我才除 要做这个工作 所以说有这个措施项目 这个汉奉真空解链 这个没有这个专业措施 汉契保护 这个防冻防雨 没有这个专业措施的 这平台的铺装 我才除 是吧 这是结果 那么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第三章 安装共同尽量的这个系题呢 就出到这里 以比较简单 这个题目呢 以比较简单 就是措施项目这一部分呢 有一些题目呢 稍微有难一些 到这里呢 我们系题就出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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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